生活与创意都需要多一点的用心 至于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 要怎么来体验传统的农村生活呢 在江苏昆山环保教育基地 就举办了青少年环保体验营的活动 把教室给搬到了农场里的菜园 当起了一日农夫 绿油油的菜园 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 看来令人心旷神意 但若真要让孩子亲自夏天采摘 家长和志工却担心 在昆山的大爱农场里 慈祭第三期青少年环保体验营开课了 小朋友弯腰当起了一日农夫 亲自体验盘中孙的得来不逆 大深一点 你看哦 这个东西很嫩 弄就断了 是不是很清脆 这个牙呢可以让它再长过来 我觉得这种上课方式跟传统课堂肯定不一样 很活泼 第二个呢小孩子都很喜欢 第三个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是 可以把这种环保理念传承下去 田里的摘菜工作完成后 还得进到厨房里洗菜 蹲下来 很多平常养尊储幽惯了的孩子 这会儿还是第一次体验洗菜做菜的辛苦 水很凉啊 你们平时在家都是谁洗菜 我老妈 水老妈很怎么样 我平常很辛苦 很辛苦对不对 难过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心 这是这个药吗 这个药 跟我们的事情 在一起来吃起来比较好吃 芒果了一早上 这些丰富的食材总算变成餐桌上的佳肴 品尝起来也格外美味 吃饭吃那些菜感觉都蛮好吃的 好像不是特别辛苦 但是实际上自己去做做感觉很辛苦 然后摘菜我可以主动去帮忙 职工利用大爱农场作为自然教室 透过采摘蔬菜的亲身体验 让孩子从中体会环保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大爱新闻 真善美职工 曹燕燕 铜炉堂 江苏报道 有一个座阶段 然后我们在一起去除药的